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6月1日 今天已經是 星期四了 我們看到俄烏戰爭發展到現在 華家納集團 已經是退出了這個戰場 有報導說華家納把重心的業務 發展回到蘇丹 我們也是在非洲欺負黑鬼就算了 要打北約相對難一點 現在的烏克蘭的武器就是北約武器 以前欺負的就行 對付北約基本上 當然是 沒辦法啦 當然是死定了 根據商業內幕報導 我們看到 俄羅斯的KGB前官員 叫做葛金 他 警告 普京很可能會被 把華革立的僱傭兵推翻 楊賢 這個政變 很快會發生 這件事我們也想跟大家討論一下 蘇聯 俄羅斯一直都有一個傳統的 就是打敗仗 這些軍主就會被推翻 沙皇尼古拉爾世 這個就是因為打敗了仗 結果 被推翻 全家 被列寧全家處斬 被列寧全家處斬 全部都是打敗的 葛金 發佈了一部影片 說華革立的指揮官 叫做普利科 科金 很多金 他有很多機會 會推翻普京 如果 普利科金 依然是華革立的首領 半邊 很容易發生 他說 華革立已經有政變的企圖 接下樓會發生甚麼事 他不知道 特別是 當華革立被緊急撤回後方基地的時候 政變 迫在眉前 現在正正是非常危險的時期 葛金上個月指出 俄羅斯的經濟 軍事和政治體系 都沒有準備好應對這場 抗日持久的戰爭 而普利科津 就跟 普利科津 跟普京關係很好 以前是他的廚師 近來他對俄羅斯國防高層 大力撻伐 導致 被俄國官媒禁播 他 其實不斷地出風頭 在俄羅斯的民間 他的民望已經很高了 甚至乎 已經在威脅着普京 將來會不會是他發動對普京一場戰爭 然後搞公投 甚至乎選舉競選總統呢 現在已經有人在傳 現在已經有人在傳 普利科津 他 在28日 表示 他說現在克里姆林宮已經禁止國家的媒體報導他的事 報導他的講話 他只能透過自己的媒體 同時 他說這種是誤動民眾的做法 很可能幾個月內就會引起民眾的反彈 路透社報導 在15個月的戰爭裏面 華格勒集團的創辦人 是普京 身邊最重視的人 也是最惡名遠鋒的人 不單是惡名遠鋒 他在很多次 的戰役也是犯了很多的戰爭罪行 他的旗下的僱傭兵 是實行殘忍的紀律 當然 還用一些監獄的人 來 補充他們的兵員 補充他們的兵員 囚犯 而且也用一些很粗皮的語言 辱馬國防部長邵伊古 還有格拉西莫夫 他也違反了 俄羅斯的政治禁忌 由國家電視台 忽視巴克穆特 這個聖利宣言 就可以看得出 他已經被人封嘴 不想他再出現 而事實上 他也試圖 在俄羅斯的民眾之間 爭取他的政治本錢 有人 也有俄羅斯的政治評論家 就認為 他現在在爭取民望 是為將來 取代普京 作準備 究竟他會不會取代普京呢 這個暫時 還是言之上早 不過 這個普利科金撤出了 令到 現在的 頓列慈克地區 出現了一個真空 所以 車神 首領卡德羅夫 接到俄羅斯國防部指示 要重新部署 他會接管這個頓列慈克的俄佔區 現在華格納撤出的陣地之後 就要靠車神來協助 也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 俄羅斯現在可以說是中坎劍爪 俄羅斯 加強轟炸機庫 以及對烏克蘭的轟炸 當然烏克蘭也不會讓他 單方面轟炸 也不斷反擊 現在的烏克蘭軍隊 也開始大規模的再度炮轟 比爾哥羅德州 有多個地方 由早上到晚上都沒有停止過炮擊 那麼其實 一定要對等 人家來光澤利基庫 你就會回到莫斯科 當然現在的烏克蘭還沒有用到 用導彈去攻擊莫斯科 但是 已經開始用無人機 其實我覺得 這些東西是一步一步升級上來的 當你無人機每天都來的時候 或一隔天來 最好其實就是凌晨來 在人家 睡覺最脆弱的時候 根本 除了是 實際的打擊 還有心理上的打擊 其實講打仗 烏克蘭一定是最在乎的 現在全世界戰鬥能力最強的 我相信除了美軍之外 已經是屬於烏克蘭 因為烏克蘭有實戰經驗 當然 他現在的作戰方式也是處於一個比較 比較低級的一點 因為 也是大炮 飛彈 但是 因為完全沒有空軍的作戰 基本上就不算一個很先進的戰場 但是 現在 以俄羅斯的加益 即是那個級數 以俄羅斯的實際情況 烏克蘭已經算是打得最好的 在 以往那麼少的兵源 現在發展到壯大了 訓練了 在短短的時間 一年多 訓練到那麼多的人出來 其實已經算是好事 也是因為北約的幫手 很多東西 表面上就好像沒有幫 實際上 桌底也幫了很多 例如美軍在德國就訓練了大量的烏克蘭士兵 英國也提供了很多訓練 也提供了很多 包括訓練 飛機師 接下來 其實現在踏入6月 之後7月8月 只要有F-16的加進 其實俄羅斯肯定是 選兵戰長輸得很快 當然 俄羅斯也有防空導彈 他也有 有戰機 問題了 現在就是看你敢不敢拿老闆出來和你平 俄羅斯的普通戰機 那些以前的舊式的蘇式戰機 根本就不及 沒有可能 一定是被F-16全籤的 這個也是 如果說 接下來打空戰 肯定是令到俄羅斯進一步 爽失軍心 因為 那些是很貴的 一架飛機那麼貴 突然被打了下來 他們是不捨得 還不捨得 還比那些經濟制裁更欲赤 接下來 接下來 這個戰場 我覺得 烏克蘭已經開始 把這個被動 化被動為主動 因為打一場仗 大家也知道 如果人們單方面攻擊你 單方面向你發動攻擊 而你只是擋 在你被攻擊的地方就發動反擊 其實是沒有用的 你要攻擊他沒有防備的地方 其實 真正的要打 一定是打莫斯科 你打了莫斯科 他就真的有得震 沒得睡 無人機一定要在凌晨時分 在晚上的時候飛過去 令到他們 連教也沒得睡 這些精神的打擊 我覺得比軍事打擊更加大 搞婦人區最好 婦人區裏面 很多可能是權貴官員的住所 令到他們疲於不明 令到他們 不敢在這裏 搬走 也是一件好事來的 而且 看俄羅斯民眾 有點像晚清 大家知不知道 當時英法聯軍攻進去的時候 那些民眾是甚麼事 第一 隔岸官夥 看你打仗 當英軍法軍打贏的時候 他們民眾就歡呼 為英軍法軍提供食水 提供食物 但是他們就不會為清軍提供武器 吃水 為甚麼 因為 滿清其實是侵略者 當時英法聯軍 想著想 為甚麼 我來打你們的國家 你們的人民 拍手掌看電影 我們一打贏 我們每次進攻 他們就灰呼 清軍每次進攻 他們就沒有反應 究竟是甚麼呢 原來其實就是這樣 因為 他們也是受氣硬的老百姓 這班人本來都看不順眼了 你們幫我們教訓他 好 所以 跟李漢祥拍的電影 是完全相反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八國聯軍也是一樣 個個都等著做大勞黨 現在俄羅斯會不會有大勞黨呢 不排除有的 因為只要你攻擊他的富人區 其實我覺得 可以得到俄羅斯基層民眾的支持 這班人施衛掃餐 打仗 是死我們的人 他們就在硬硬硬著豪宅養了狗 烏克蘭其實應該集中在攻擊富人區 當然 打仗 怎樣軍事部署 實際情況我們只能給建議 我們都是評論 實際他們一定是在行過我們的 衷心希望 早日把俄羅斯押解 把這個邪惡的政權押解 其實他們 很多人民都是受害者 不是全部俄羅斯都是壞人 當然 正如中共一樣 當然不是全部中共都是壞人 可能是九成九成九 還有一點好人的 這節時間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多謝大家 拜拜